肖战三大高奢代言轮番亮相,所有谣言不攻自破,众所周知,在2021年中,肖战在商务上取得了非常让人瞩目的成就,不仅与多达几十个知名品牌达成了合作, 还与三大高奢品牌TOTS,以及Zenit还有Gucci等达成了合作,甚至这样的合作都是属于最高待遇的全球代言人,其中在Gucci的想象上海Blooming Shanghai艺术创造征集企划,探索城市之美中,肖战除了发文以手绘画的形式参与外,还以视频的形式亮相,所以,对于那些说Gucci没有的人,这次的打脸绝对是相当有利的。 另外,就在6月19日这一天,TOTS也是传出了好消息,和往年TOTS举办了2023新品发布会,并且还有品牌创意总监,亲自特别邀约自家代言人,由此可见,品牌对于肖战的看重,这份看重,其实也说明了非常关键的一点,那就是在这新的一年中,TOTS将携手自家代言人继续一起前行。 除了以上两大高奢代言外,第三个高奢Zenis真历史也是在6月19日父亲节这一天,发布出了自家代言的全新宣传视频,为所有父亲们送上了暖心的节日祝福。 这份祝福可以说,不仅是品牌与自家代言人用心的体现,也是他们在新的一年继续携手合作的一个见证。 不得不说,肖战三大高奢代言轮番亮相,所有的谣言也是不攻自破,而在打破所有谣言的同时,也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肖战那覆盖全球的超高商业价值,绝对不是说说而已,特别是从官宣至今,不管是三大高奢代言也好,还是其他代言也罢,都无一例外,在与肖战合作的过程中收获满满。 而肖战如今成功续约的品牌,也达到了两位数,如此高的续约率,也绝对是肖战受到各大品牌喜爱的一个最好的回答,肖战。